哈喽大家好,我是思紫 那今天这支影片呢是关于一个教素、亲知、热控和先体的一整个功课合集 对于那些你们傻傻分不清楚的这些产品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今天呢就来一个大科普 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的话跟着我看下去 首先呢,教素这个名字它来源于日本 那近几年才流行到我们国内来嘛 所以很多人听到教素这个名字就会觉得很高大上 那其实它换作我们中文的读法就是 酶 教素酶它并不是一个外界的东西 它是我们体内本身就需要的一个物质 并非是这种保健品 吃进体内肠胃消化以后分解掉以后 还会是你吃进去的这个有效果的教素酶 并不是 因为教素酶在你的肠胃消化道走了一圈以后 在它还没被消化之前就已经被吸收到面目全非了 所以呢,当时的功效就早已不存在 这就是一个普遍的误区 其实酶是在我们身体内所需要的一个物质 并不是一个这样吃进去有效的 那教素酶的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天吃的食物最终都会转换成营养 被身体吸收进去,对不对? 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如何转换变成营养的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现在所说到的这个教素酶了 它会把吃进去的食物都转换成小分子的营养成分 通过我们的血液输送到身体各处 那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毛血气管 它是不能通过食物那么大分子的东西的 所以需要教素酶把食物转换成小分子的营养 分解然后让它通过血液满足我们全身上下各个需要营养的身体部位 所以这就是教素酶的定理 它可以促进体内各营养物质的吸收 然后提高免疫力和提高代谢 那教素也就是酶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第一个涂抹式的教素是绝对没有效果的 因为教素酶它是大分子的 不会被皮肤吸收 被阻挡在角质层的外面 无法进入到皮肤里面 所以也就无法发挥它的任何作用 当然这支影片里面呢 也不是完全否认教素是一无是处的东西 比如说一些水果教素吧 它们在发酵了以后 有些营养物质会变得更容易被身体吸收 然后甚至会生成一些新的对健康有益物质 但其实呢 这些都比不上直接吃水果来的好 那有些人会做自制教素啊 其实那些都并不是教素 自己做的不是教素 只是一个发酵的食物 就相当于发酵的酸奶 只能算是一种食物而已 教素呢 并不是一般人能那么简单的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误区 大家还是要搞明白一下 那其实教素能带来的最大作用 还是心理作用啦 可能你吃上它以后 你会调整你的心态 从而在不知不觉中 调整了你的饮食 你的作息 和你的生活方式 所以你会觉得 功效在于这些教素产品 然后也有一些是 可能加入了其他有效的成分 所以你吃了这款教素 你会觉得有效 但是可以看到 一般的教素包装下面 都会写营养辅助食品 所以多半呢 效果都不会太明显的 只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 那如果你见到效果 异常明显的话 那就要注意 是否有损伤身体健康的成分 接下来我们来说青汁 那青汁它是什么东西呢 想必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它是用来补充你缺失的蔬菜营养 那正常的青汁呢 都是由鱼衣甘蓝 和大麦嫩叶的原料制作成的 像这款它的日文名字 叫做大麦糯叶 这个糯叶就是嫩叶的一食 所以换作我们中国名 就是大麦嫩叶 那其日的材料就不限制 只要你无毒 然后含丰富优质的维生素 和矿物质 还有叶绿素的蔬菜 都可以做成青汁的原料 那青汁的口感 喝过的人应该都知道 就是像喝一杯青草制作成的饮料 就是等于跟吃草一样嘛 没有什么好喝可言 就感觉自己像一头羊 那青汁的具体作用呢 就像刚才我们前面说到 它里面有含丰富的维生素 还有丰富的食物纤维 氨基酸啊 微量元素等等 所以能够补充身体缺乏的蔬菜以外呢 还能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 并且呢 可以起到竹子糖分和脂肪的吸收 从而可以有一定的减肥瘦身功效 那说了这么多 这里一定会有人要问 与其喝这些又贵又难喝的草味饮料 为什么不直接多吃几打蔬菜呢 没错 这就是日本人为什么发明青汁的原因 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 他们的蔬菜都偏贵 超级贵 他们的肉类和海鲜偏多 所以平时的饮食中蔬菜都偏少 导致他们很容易营养不均衡 所以呢 就发明了青汁等各种可以补充蔬菜的 营养的辅助食品 那当然在我们大天朝 我们中国来说 青汁这个东西是可有可无的 因为我们国内随随便便都能吃到大把的蔬菜呀 对不对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喝青汁这个东西 那简单点来说就是 青汁适合像日本人这种 没有蔬菜可吃的国家的人来喝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大天朝这么物质充足 青汁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产品 当然不排除 你们平时非常忙忙到没有时间去补充蔬菜 或者你出国一段时间 你可能有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长期吃蔬菜的情况下 那个时候呢 青汁就起到作用了 反正是你没有办法吃蔬菜的时候 你可以用青汁这款产品来替代 那关于青汁怎么选择呢 我觉得青汁的好坏 取决于它的原材料和它的加工工艺这两方面 要保证它的有机培养和它的原料最营养 还有无添加这种纯正的青汁 在国内的话我觉得比较少 相比起来国内的工艺技术吧 会晚于国外十几年左右 所以我自己个人并不是很推荐 买国内市售的青汁 还有散装的青汁 最好的青汁呢 还是一定要买纯日本进口的 就是在日本当地种植 当地生产 及当地包装的 如果是日本本国内生产的话 会在包装上面写一个国产 那这里的国产就是在日本国内国产的意思 那如果没有写国产的话 也会写在什么什么地生产的 就是在什么地域生产 只要保证这款青汁 它是在日本本土生产的话 就是OK的 如果像这款商本汉方的大麦诺业青汁呢 它包装上面就没有很明确的写的是哪里生产的 并且呢 他们在网上就有明确的表明 自己这款产品的原产地 是在中国的云南省 但是因为它这个牌子很大牌 口碑也比较好 所以这个国产的也并没有什么问题 反而不管这种日排国产的 或者日排日产的 只要你们尽量买口碑好的大品牌 就完全OK的 接下来呢 就是热控了 那热控的话 顾名思义就是控制热量的意思 我们就先说一下它的成分吧 因为说了成分 你们应该大概就会知道它有什么作用了 那一般的热控里面 基本都会有以下几个成分 像方口的这款热控碗里面 它就有揪容绿茶精华 那这个成分呢 它是主格人体对甜食 碳水化合物和油腻食物的吸收 另外还有甲壳素 壳聚糖 是组成了虾壳和蟹壳等一些物质 跟纤维一样 它不会被人体给吸收 但是又可以吸附油脂 这样吃进体内的油呢 能被它吸收掉 然后排出体内 另外还有个成分是叫白云豆 它是防止和阻隔淀粉类的吸收 引致淀粉转换为糖分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三叶精华 它是针对我们正常三参 出现频率最高的粉啊 面啊 饭啊 等等一些高糖分的食物 控制他们的卡路里吸收 另一方面呢 堵塞我们小肠里面 吸收糖分的那个孔洞 并且形成一个屏障 不仅控制糖分吸收的同时呢 又稳定了血糖 胰岛素分泌的正常 身体也就不容易发胖了 那大家听了以上的成分就知道 这一类的热控产品 你普遍都是用控糖控制啊 控油等等 形成这一种热控的产品 那热控到底有没有有效果呢 其实说白了 基本上它不会让你胖 也不会让你瘦 它们并不是减肥药 所以这里大家不要误解了 它只是起到一个控制的作用 就比如说你正常吃大餐 吃了很多 隔天会长三四斤左右 但是吃了热控以后 你隔天只长一到二斤 所以并没有任何的减肥作用 只是让你不会变得更胖 这里我也是有搞清楚 它们的功效 所以才会持续一直吃 对我自己身体有效的是 这个帮扣的热控大人版 我是懂它们不会让我瘦下去 但是它们起码让我不会增长体重 然后我的建议是 大家在有准备吃大餐之前来服用 因为它一天只能吃一次 你不可能从早到晚 三餐都吃上它 这样子对身体也命不是很好 并且有依赖性 所以可以放在夜宵啊 或者吃火锅 吃烤肉烧烤之类的场合 来服用它是最有效的 那另外我最近还入了 这个闲者的食拙 翻扣的是药丸型的会比较方便 但是这款呢 它是一包一包粉末型的 并且它是三餐可以用的 所以还是老话 根据自己的需求吧 就喜欢吃夜宵啊 晚餐的份量很大的话 推荐用翻扣的这个 你一天三餐的量 非常的正常 可没有怎么运动 怕体重会长的话 可以试一下这款 它就是早餐 午餐 晚餐 都可以加在饮料啊 咖啡啊 所以最后希望大家能搞清楚 热控它并不是减肥药 它只是控制热量 不让身体过分吸收的一个东西 好了最后我们来说到 鲜体和燃脂王 那因为我手头上 现在没有这一类的产品 我之前是有吃过 但是现在基本是没有怎么吃的 所以我会把图片打来 屏幕上面给你们看一下 有几款 刚才的热控 它是起到一个 从外界吃进体内的 控制热量的作用 鲜体和燃脂王的功能呢 它们是起到一个燃烧体内原有的脂肪 蒸发提高身体内的一个新层代谢的作用 那这种产品的话 一般都要搭配运动才比较有效 并且需要长期坚持 那如果说你吃了这个燃脂王以后 你还是照样一整天坐在那里不动 那你吃了等于白吃 没有效果的 所以一定要搭配活动和运动 因为运动过后 你本身体内的脂肪就会被活跃起来 这个时候搭配燃脂王的药效 会使脂肪加倍燃烧 所以基本上来说还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 就是不要指望你吃了它 你不动它就会给你燃烧脂肪 天底下没有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还建议大家服用鲜体燃脂王 一般都是要在早晨 吃完饭以后 或者你要在运动前的半小时之内 还有上班族或者上学族啊 要出门之前都可以刻意里 因为在接下来你去上班上学 移动的途中呢 你的身体也是在活动 也是在运动的 所以也比较适合搭配这些燃脂王来吃 可以增强体内的热量和脂肪燃烧 起到一个瘦身的作用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支教书亲资 热控和先提的这些产品的分析功课 其实最后还是要提倡大家观念要正确 说白了这些产品全都是有局限性的 它们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锦上添花的那种感觉吧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瘦身塑形和排毒 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良好生活习惯 以及健康的饮食和合理的运动 然后也希望给那些搞不清这些日系保健产品的妹子 提到一个参考 那我们这一期的科普基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